荣耀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张大仙 后裔作为全游戏出场率最高的英雄 在60%出场率的情况下 还拥有着51.78%的高胜率 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了 然而优秀的后裔总是遭到人们的质疑 甚至有人说 没改版之前的后裔比改版前强 什么 好 既然你们有此疑问 那大仙现在要演示一下 到底新版后裔和老版后裔 哪家强 我们知道 艾琳这个英雄技能啊 就是改版前的后裔 包括属性都是一样的 我们让双方一边选后裔 一边选艾琳 名文为零 出门一人一把短剑 一级直接主宰见面 双方都学二技能开始战路 两人都是有技能就放 半分钟后 我们看到艾琳固敌后裔倒在了地上 这一战艾琳并不服气 可能是因为等级原因 那我们索性让两人再次对战 艾琳后裔技能全开 再次展开对战 半分钟后 艾琳再次硬身倒下 后裔撕血获胜 艾琳仍然不服 决定发育打装备后再战 此时两人分头行动 各自发育 但是艾琳却发现 后裔的清兵能力是比他强多了 打前速度上 艾琳就已经输给了后裔 两人各自发育 买了一把末尺 一把大剑 一把吸血镰刀 一双攻速鞋后 再次约战 Round 3 Lady Go 艾琳站路还是没有打过后裔 被后裔撕血反杀 我的天 清兵能力没有后裔枪 站路能力居然也不敌后裔 心疼一下艾琳 最后 让艾琳后裔买出 吴金山的气血之刃 还有他们的代表装备 逐日之功 进行最终决战 Round 4 Lady Go 这场过去和未来的世纪大战中 艾琳还是不敌后裔 倒在了地上 四个回合 全部完败 不管清兵能力上 还是战路速出场 甚至是对群体伤害能力上 艾琳都不如新版后裔强 而且事实 这场对战中 我们的艾琳一直是穿着皮肤的 比没有穿皮肤的后裔 多了10点攻击力 但依旧不敌后裔 用事实证明 新版后裔比老版后裔 无疑是更强大的存在 那么看到这里 大家心中就有数了 如果你还有关于网组要的其他疑问 欢迎在发财快报下面留言评论 我们在下一期将解答 也许就是你的问题啦 好啦 本期最近就到此结束 王者镜头超微风 鱼鱼大仙都得梦 我是张大仙 没玩七点半 斗鱼六八八 咱们不见不散